卓伯仲收押 没对不起歌 牵扯环保贷采购弊案的 张花县长卓伯元胞弟卓伯仲 上靠步上球车前人坚称 检调前天摆明干员 大动作搜索15处 并带回13人侦办 昨天凌晨深压五官商 把官裁定卓伯仲 环保贷厂商黄四级 及县府行政处文书科长李耀全 三人收押近见 同案县府地方税务局副局长杨瑞美 及厂商吴碧荣两人交保 卓伯仲除了自己的生意 也帮哥哥处理宪政事务 政治路上形影不离 跟涉足张花县府各项标案 去年初张花县府办理 台湾灯会环保贷采购案 技术性将原定采购700万个数量 缩减为1万多个 或使得标厂商弃标 再由五碧荣 黄四级所属的厂胜国际公司得标 三度追加到182万个 购买经费由不到40万元 暴增至6800多万元 另外 县府于2010年底 行销果菜 印制大批阅历 由国荣印刷厂以737万元得标 当时祖伯仲在台北市买房子 国荣业务经理吴俊德 得标后就汇了350万 给代为买房的祖伯仲堂兄 去年底 国荣就以近3000万元 标得县府台湾灯会阅历印制 检调认为 祖等人有官商勾结 独立厂胜公司 和国荣公司之嫌 祖伯仲征讯时 还强调350万元 是吴俊德向他借的还款 环保贷采购弊案 经检方漏页征讯后 明显有厂商围标 及绑标等舞弊情势 向赵花地院申请积压 县府方面也回应 他尊重司法 也希望说司法机关能够尽速 来调查清楚 反映事实的真相 针对此案的话 现场的话 内心坦荡荡 他也特别只是 县府的同仁 务必坚守工作岗位 提供民众最好的服务 政坛人士也指出 卓博元积极举办大型活动 是国民党中部的明日之心 有意问点台中市长 但这次因地理设弊被收押 使其一片大好的仕途 蒙上阴影 昨天 昨天有涉及弊案吗 没有 现场知道你的心 你的所作所为吗 董新闻 彰化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